天下心亡 皮肤无责 但是呢 你不知道他前面还有一句话 国家心亡 皮肤无责 一个国家灭亡了 跟我们没关系 清朝灭亡了跟你有关系吗 清朝灭亡了 你到我们慈禧大街上 找一个老百姓抓住他 清朝灭亡了你知道吗 知道了 你有责任你知道吗 他有责任吗 没责任了 我都老老实实在家里面 养家糊口的 怎么打清亡了 我有责任呢 他们开会也没进过我讨论呢 他们干啥事也没进过我统一 怎么我要有责任呢 没责任知道吗 所以国家灭亡了 跟老百姓没关系 为什么 你没接我统一啊 我老百姓在国家没有权利啊 没有权利我哪有责任呢 那既然国家灭亡 老百姓都没有责任 那为什么天下这么 比国家更大的老百姓有责任了呢 因为这个天下 它不是指一个政府和权力系统 这个天下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道德系统 文化系统 天下怎么能亡 国家会灭亡对吧 天下怎么亡你告诉我 庞朝灭亡了 李家王朝没有了对吧 宋朝灭亡了 赵夏王朝没有了对吧 清朝灭亡了 满清家族没有了 那天下面亡了 谁没有了 没有啥没有了 国家没有了 山河还在吧 黄河还在流啊 长江还在奔腾啊 碳山还在助力啊 太阳早生照样升起啊 天下怎么亡了 天下没法亡 知道不知道 那古严无讲天下新亡什么意思 古严无讲的天下新亡就是 人类的天下是一个文明的天下 是一个讲仁义的天下 如果仁义没有了 天下就亡了 知道吧 叫仁义冲赛 人将相识 天下没有人了 天下也没有义了 人与人之间怎么样 没有道德可讲 那就是拳头最大 大炮在哪里 真心就在哪里了 那么无言无讲 这个是天下就亡了 这个天下亡 不是说物理的天下亡了 是指伦理的文明的天下亡了 人类人类重新回到了 重灵时代 这叫天下新亡 那么这个天下新亡为什么 你心中还有一份仁义 哪怕所有的人心中都没有仁义了 只能你一个人有 那天下在哪里 人家就在你一个人身上 大家好 今天的主要呢 是跟中国的网友们分享一些应对中国经济大萧条的一些很好的建议 另外呢 还有狗哥自己对这些建议的一些看法 再过一天 中国的这个农历新年假期呢 应该呢就结束了啊 很多这个中国网友们呢 大家呢 应该呢 是又不得不回归到一个很严峻的现实 就是大家呢 要面对整个中国经济啊 它的严重的不景气 大萧条的局面 今年这个中国经济呢 它肯定还是这样 今天表面开头 给大家分享的小视频 跟狗哥今天要聊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呢 也很有关系啊 就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中国的网友们 大家呢 面对已经到来的这个中国经济大萧条的这么一个时代 还有伴随这种经济大萧条到来的中国社会道德出现的进一步的崩塌 恶化的这种时代 甚至中国社会呢 它会出现一个严重动荡的时代 那大家呢 应该怎么去办 应该怎么去应对 这个呢就是狗哥呢 在今天要聊的主要的话题 这个话题呢 跟中国墙外边的网友们肯定呢 也有关系啊 因为那个看狗哥影片呢 肯定呢 都是或多或少都会跟中国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呢 会有一定的联系 已经到来的这个中国经济大萧条 甚至说社会更动荡的时代可以肯定对墙外边呢 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还有冲击 所以呢 大家呢 也都是很有必要去关注的 影片开头给大家分享的小视频里边的这位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狗哥认为呢 他讲的很好 这方面的这个理念 比如说他说 我身为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如果说我在一个国家里边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 那你这个国家啊 你这个政府的倒台灭亡 跟我这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啊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没有责任的 我呢 也没有必要去挺胜而出 拯救你这个国家和你这个政府 更不用说呢 挺胜而出去保卫某个政党 这个呢 就是在现代社会文明里边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作为一个公民 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这种意识 这方面啊 是非常非常值得更多的中国人去知道 去接受 去认可的 这位中国学者 他的名字呢 叫爆棚山啊 他是上海一座大学的教授 他的专长呢 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所以呢 这段他解释顾延武的这句名言 天下新王匹夫有责这个呢 是很不错的 天下新王匹夫有责这句话 太有名了 大家呢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 中国的网上们都会知道 这句话呢 也是中国官方 中国共产党 他们自古以来的这个宣传里边 在他们的这个洗脑教育里边呢 很经常出现的 大家来看 中国这个官媒光明网呢 就曾经发文章 说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呢 他呢也非常喜欢这句话 习近平呢 在念稿子的时候呢 是经常引用这句话 说天下新王匹夫有责 用这句话呢 去忽悠中国的老百姓们 要去爱国 要去爱中国共产党 要老老实实的 在中国呢 去做韭菜 但是呢 在中国官方 他们的这个宣传里边啊 他们几乎呢 是从来不提顾炎武这句名言的另外半句话 就是国家新王匹夫无责 当然了这个顾炎武他讲的原话 不是像这么简单 还有精炼 他的原话是 保国者 其君其臣 肉食日的谋之 保天下者 匹夫之鉴 与有责焉而已 这两句话的意思 简单的去概括 就是国家新王 匹夫无责 天下新王 匹夫才有责 如果说再用这个大白话去解释 就是影面开头那位爆棚山教授 他解释的那样 他已经是解释的很好了 很清楚了 今天呢 我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解释一下这句名言 在今天啊 大家生活的这个时代 如果说是在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社会里边 那国家新王呢 匹夫 他呢也有责 因为在民主国家里边 民众呢 都是有选票的 普通人呢 都是有充分的这种参与政治的权利 政府啊 国会议会这些呢 也都是普通的公民 通过投票 通过行使这种政治权利去产生的 所以呢 在民主国家里边 政府他运作的怎么样 政府他出台的政策怎么样 其实呢 也都是普通的民众 选民们行使政治权利产生的结果 那当然 这方面的后果 民众呢 也就要去承担 所以呢 在民主国家 民主社会里边 国家新王 政府 他是不是做的好 或者做的坏 做的不好 对这个匹夫们呢 就有责任 因为这个归根到底啊 都是民主社会里边的普通人 普通民众们 选民们做出的选择 是他们对政府选择和监督的结果 相反的情况 如果说是在一个极权专制独裁国家里边 就像在中国 所谓的这个国家新王 你就比如说中国现在出现的这种经济大萧条的情况 这种情况的出现 就很难归咎于普通的中国人 就很难归咎于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普通人 中国的老百姓 他们自古以来在墙里边的 都是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的 他们没有能力去选择中国领导人的这种人选 他们呢 也没有能力去决定中国政府高官们的人选 他们呢 同样也没有能力去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问责 所以呢 在这种社会里边 官方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导致整个国家出现加速开道车的局面 出现了经济大萧条 那这个结果呢 就很难归咎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当然了 这方面的后果 经济大萧条 甚至说出现社会动荡的恶果 肯定的主要是中国的普通人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呢 要去承受 这个呢 是肯定的 中国体制内的人员 更不用说这个体制内 中国的高层官员们 他们肯定不会主要受到这种恶果的冲击 那这个情况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呢 其实呢 就更加悲催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国家的官员们 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但是呢 领导人们 官员们 他们的政策失误 产生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会让普通老百姓 普通韭菜们去承受 首先呢 让他们去遭到冲击 这个呢 就是一种强大的不公平 不正义 这个呢 就是一种非常的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等 从这儿 大家呢 就可以再一次体会到这种民主社会 民主体制的好处 民主国家里边 同样呢 也会出现很烂的领导人 也会出现很烂的官员 也会导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 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让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的民众呢 去承担后果 但是这些个烂领导人 烂官员 他们是民主国家的选民们 自己当时出现失误 自个儿选出来的 所以呢 普通民众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去买单 去承担后果 这个呢 就很正常 很合理 而且呢 在这个民主体制之下呀 选民们改正自己的这种错误 并不是很难 一个再烂的官员啊 一个再烂的政客 最多干几年 下次选举呢 就可以让他滚蛋 所以呢 民众呢 就很有机会去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 但是呢 在这个集权专制独裁国家里边 这方面呢 对普通人来说呢 就非常非常的悲催了 第一 首先 他们自个儿呢 是没有权利去选择这个政治领导人和官员 但是呢 这个政治领导人 他犯错误导致了后果呢 却需要这些没有权利选择他的普通人呢 去承担 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不公平 第一个悲催 第二 集权专制国家里边 像这种很烂的领导人呢 经常呢 还不能换人 特别呢 是那些个已经实现了终身制 已经是实现了绝对独裁的很烂的领导人 如果他自个儿不主动消失啊 或者被动消失 那他呢 就不可能被换下去 他呢 就还能一直加速开到车 他的错误呢 就完全不能得到纠正 这个呢 就是集权专制独裁国家的一个非常悲催之处 这个呢 也是民主体制啊 比集权独裁体制好得多的一个地儿 总而言之啊 就是 现代民主体制 他不能说呢 已经是很完美 特别呢 是具体到很多的这个民主国家里边 不同国家的民主体制 他都会有自己的问题 但是呢 现在绝对可以说 现代民主体制啊 是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 出现的最不坏的一种制度和运作模式 而且呢 也可以绝对说 这个地球上最好的民主国家 最好的民主社会的运行 也比一些所谓的最好的非民主国家的运行呢 要好 这个呢 就是民主体制啊 他公认的优势 在这儿呢 狗哥呢 可能是多说了两句啊 关于 对这个地球上政治模式的评价 所以呢 中国现在出现经济大萧条的状况 中国的普通人 中国普通老百姓 对这个状况的出现 其实呢 是没有多少责任的 主要责任就在于中国政府 就在于中国的最高领袖们 国家新亡 匹夫是无责的 但是呢 没有责任 匹夫们也不得不去承担后果 所以呢 应该怎么去应对 这两天狗哥呢 是看到有清醒的中国网友呢 是提出来十个应对的建议 在这儿呢 就重点的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狗哥自己呢 也有一些相关的看法 还有建议 首先 这位网友说 灵冬已至 变局已始 烽火已染 大墓已起 这个呢 是他对中国大局势的一个整体的判断 大家肯定呢 都会知道这些呢 是什么意思啊 前几天的影片里边 狗哥呢 也重点强调了 现在啊 是中国的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是一种新旧时代的这么一种更替 这么一个巨变 并不是在原有时代内部的一个阶段性的变化 而且呢 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这个新时代啊 极大概率 它那是一个非常黯淡 非常寒冷的时代 对中国的普通人来说 那中国的普通人们 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新时代 这位网友 他提出来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认清形势 丢掉幻想 活着就是胜利 活着就是希望 他在这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建议 就是首先呢 要活着 只要肉体和脑子都还活着 就有希望 在这 我呢就想到这个香港著名的黄志峰 他讲过的一句名言 就是要跟习近平呢 要斗长命 看谁能活的时间长 这位中国网友 他首先强调要活着 肯定呢 有这个意思 他的第二个建议 说呢 要加强调养 提升自身免疫力 说这个呢 是万事中最最重要的 有健康才有未来 他这就是说呢 你不仅要继续活着 而且呢 还要努力健康去活着 首先呢 要保持这种肉体上的健康 第三个建议 谨记四个不 在中国墙里边 不置办固定资产 不投资 不借出资金 不创业 即便有生意呢 也不扩张 这些建议 我自己呢 都是严重同意的啊 但是在这呢 也需要强调一下 这些呢 都是给中国最普通人的建议 墙里边呢 如果不是普通人 比如说 是官二代 官三代 或者说呢 是在这个投资方面呢 有这个天赋一柄 而且呢 运气会极好的人 那这个呢 就另说啊 第四 他建议呢 要储备食品 储备现金 还有美金 备战备荒须抓紧 居安思维则生 未雨绸缪则存 他这些建议 狗哥呢 也是很赞同的 资深的哥们都不知道 中国在三年清零期间 狗哥呢 是经常苦口婆心 经常碎碎念 建议中国网友们家里边呢 至少要存 够用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 食品之类的 当时呢 是帮了不少的网友 现在 虽然中国他不搞封城了 但是呢 狗哥呢 建议墙里边的网友们 家里边呢 最好呢 还是要存一些生活必需品 食品之类的 存够用一个月的 这个呢 现在可能是没必要 但是呢 至少存够用两个星期的 狗哥认为呢 还是可以做的 人民币的现金 家里边呢 也很有必要 要存一点 美元是必须要换一点 在这 狗哥呢 再重点的强调一下 中国的网友们 如果在以前没有换美元的 那现在呢 是绝对有必要 去换一些美元 哪怕这些美元呢 你是还存在你的银行账户里边 这个呢 也没问题 换美元呢 是绝对没错 第五 他建议呢 要逆向思维 闻东奔西 不凑热闹 不随大流 要独立思考 逻辑思维 这个呢 狗哥呢 也很赞同 比如说 去年墙里边 忽悠中国网友呢 去这个山东自博吃烧烤 前两个月呢 又忽悠去哈尔滨呢 去旅游 狗哥在当时也建议 最好呢 别去凑这种热闹 别去凑这种虚伙 第六 他建议呢 主要回归基础消费 要开源节流 不要炫耀 既虚荣 这些个意思 大家呢 肯定哪都会明白 狗哥呢 就不去详细解释了 第七 戒争 戒斗 戒冲动 控制情绪 尽量谦卑 他这个建议的原因 就是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大萧条 甚至说中国出现社会动荡 那墙里边呢 肯定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和精神上不稳定的人 会产生太多那种啊 光脚不怕穿鞋的 所以呢 他们就建议脑子呢 还保持清醒 还能够保持理性的 中国的网友们 尽量呢 不要跟陌生人呢 去发生冲突 要不然的话呢 你很可能就会被那些个啊 这个精神不稳定的 光脚不怕穿鞋的 被他们伤害 第八 他建议呢 要抓紧构建一个 或者几个温暖而团结的小工农体 这个建议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也非常重要 对 狗哥在中国还清零的时候 也提到过这一点 就是中国的网友们呢 要尽量的打破 在中国社会里边被原子化 个人被严重孤立的这种状态 构建的这种小的共同体 不要搞这个政治性的活动 比如说 平常几个人呢 经常一块爬个山 在家里边呢 一块看个电影 认真谈一下这个感受 经常在这种日常的小的活动里边 建立起来亲密的联系 建立起来足够的信任 这样在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 这个小团体呢 大家呢就可以真正的做到相互帮助 共度危机 是这个意思 第九 他呢是建议要守住底线 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 不助纣为虐 他这说的其实呢 就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虽然对于这个中国大萧条 和动荡时代的到来 中国的普通人 个人啊 没有力量去阻挡这个大趋势 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个大趋势 但是呢 就个人来说 守住个人的底线 做到不助纣为虐 这个呢 还是可以的 这个呢 就叫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第十说呢 要看大事 做小事 尽人力知天命 就是 虽然这个中国的大的趋势呢 已经是定了 很难去改变了 但是呢 在这个大的趋势里边 在墙里边整体上 很不好的这个大的环境里边 普通人的个人通过自个儿的努力 让自己还有自己的家人 自己亲近的朋友们 有一些好的改变 有一些小的改善 这些呢 都是完全可能的 也是应该去做的 所以呢 要看大事 做小事 尽人力 最后 这个中国网友说 三到五年之内 你能够活着 你就是赢家 比你赚多少钱 或者实现什么样的理想呢 更为重要 他在这儿是看三到五年 狗哥认为呢 还是偏乐观 狗哥认为呢 中国这个新时代啊 应该至少啊 是未来十年到十五年起算 中国最高领袖 习近平 习主席 今年他是七十一岁 大家呢 都可以掐手指头算一下 他的健康状态 可能呢 还会保持多少年 这个算清楚以后 大家呢 应该就会对这个时代的时间范围呢 有一个大概的认知啊 好了 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希望这些建议呢 对中国玩家们都有借鉴的意义啊 狗哥呢 是建议中国的玩家们 大家呢 都可以马上做起来 根据这些建议 看大事 做小事 尽人力 守住底线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啊 拜拜